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次來聽我們的分享 Champions Mindset 我們的冠軍思維 這個是小弟之前寫過四本書 想跟大家分享多些正能量 還有我們冠軍運動員的思想 想法 心態 是怎樣可以分享給大家 繼續向你們的目標 你們的夢想去奮鬥的 我想這段時間各位都是過一個困難的時間 記得要繼續正面地面對每一件事 然後打破你們的挑戰 打破你們的難關 然後達到你們的夢想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讓多些朋友們可以受益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這段時間小弟就分享了很多 Champions Mindset Attributes 這些是很重要的 是平時你看不到的 因為這些都是在腦袋裡發生的事 這是很重要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Talent is Overrated 在我的Humburg career 我遇到很多Talented運動員 當然 小弟一點都不Talented 我只是肯用力的 這就是我的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以往我看到很多 我看到很多是我朋友 或者不是我朋友 我看到很多運動員都很有Talent 無論是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師兄也好 或者是我的學生也好 Talent是一個叫做天份 天份就是什麼 technically speaking 就是很多人都會做一件事 讓他做得容易些 或者做得好些 他有一個很natural的 很natural的事情 變成他學得容易些 之後他很快可以找到 這個我其實很欣賞 因為我一點都不是這種人 我是要work har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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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develop到我每一個skills 當然你現在看到 有很多人說 你這個很好做得好 很厲害 其實我是練了很多才會這樣 這個就是 我們叫做 hard working 努力 你會看到很多 champion athlete 冠軍運動員 很多人都會說 他很有Talent 很有Talent 其實 不是一定Talent 其實他們是很work hard 加上Talent 就會變得很厲害 所以 跟大家分享 Talent 不是the only factor 只是幫到一個champion 變成他那麼厲害 這個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很容易 就說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做到champion 他很有Talent 很有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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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你看不到的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 all of the athletes when they begin 你就才會看到他有沒有Talent 因為為什麼 他拿到新Skills 但當你一見到一個人做champion 他已經是做了很多次 他不是剛剛拿到的Skills 所以變成他是不是Talent 你會看到他很容易做得漂亮 學得那麼快 所以 大家一定會看到 就是 most of the time 那些champion 他不是只有Talent 他做得很厲害 在我們書中的athletes 幕後的東西大家也看不到 就是 一個就是 他們是Train really hard 練得很辛苦 就是用了很多苦工才會發揮到 他們的Skills 和Skill Set 他們的技術上的東西 當然 今天的sharing 是在我們那本書裡抽出來的兩篇 當然不是整個chapter都抽出來 這個就和大家分享 這個很重要的就是 記住 Talent 沒什麼用的 就是Talent 只是Talent 當然你有一個 起跑線 你會有好處 但你一定要用力 如果你想做一個champion 在你的世界裏 做一個champion 一定要用力 如果我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Skills 我們變成很多athletes 例如小朋友 大朋友仔 多數呢 達到很好的result 他們練得好 學得順利 多數不只是Talent 大家要記住 不要只是覺得 Talent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一定要用力 而且不要太jealous 或者太欣賞 其他人有Talent 其實只是Talent沒用 因為如果你要用力 你都可以 擔心到他們的表現 因為這個是我吞聲批認 因為我都很辛苦 以前很多都是因為我很辛苦 擔心到那些 很Talent 那些 多數他們都很難 但如果你是很Talent and you work hard 那你的potential 是永遠的 這個跟大家分享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 之前有四本書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大家想再深入了解 Champions Mindset 那些很重要的Quality 可以支持一下 我們的四本書 這裏我們 和大家分享 一些很重要的 Mindset 這四本書 是小弟用很多心思 希望大家支持 很樂意和大家分享 因為已經幫了很多朋友 他們的心態 他們的思想 如何去改善自己 在他的世界裏 做他自己裏的Champion 不是跟別人比較 只是跟自己比較 是要贏自己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們多謝大家收看 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分享給我的朋友 下次再和大家聊 Bye